困乱的印度街头,母女四人被一群大汉追着调戏,这群人不得用木棍砸向母亲的头逼她就范 面对恶霸的七点,母亲只能紧紧将女儿固在怀中 奈何大汉反而变本加厉,拿着斧头向女人砍去 就在众人以为这母女四人就要死在这个斧头之下 一个男人突然急急而来,一把抓住大汉飞来的斧头将女人救下 男人名叫阿三,是个特种兵王,目前在印度这地界就没有他干不犯的恶霸 眼看着这群人不由分说朝他一拥而上 阿三丝毫不拘,靠着在电视上偷学的少林铁拳,外甲一连串的佛山无鹰角 不小片刻,便砍瓜切菜一般将眼前几十个小弟给揍得全属倒地 奈何,这恶霸头痛还愣是不知死活的叫嚣着,要让这里成为阿三的葬心之地 阿三不屑地扫了他一眼之后,再次出手 几百招过后,小弟们一个个被他踹出十几米远 而眼前的阿三,最连汗都没掉几滴 这怕顿时闭嘴歇菜了,自闭地蜷缩在车前 眼人就是个小可怜 几天前,阿三尚在边境反恐 拆炸弹的次数比他吃饭还要频繁 只见他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杯咖啡喝下去后,直接将炸弹当毛线来浅 吓得边上的战友差点给他跪了 好在阿三天生神地,一个炸弹而已 三个分分钟就帮大家解除了警戒 这天,一队边境武装分子截除了数十位孩子 试图以此威胁印度政府,同他交换人具 领导本来还想跟对方谈了判 看有没有可能和平解决 奈何,阿三拘接带领手下的作战小队 摸到了武装分子的老巢 他们透过狙击镜,观察到对方外围的兵力之后 狙击手瞄准窗口的哨兵 将他击落窗台,然后迅速将门口的守卫敲然斩杀 来到大门前,阿三直接扔了一个探测球进入大厅 通过监控,摸清对方内部有十六名戴线武装分子 接着四个人火力掩护阿三进入内部 朝着大厅上面一顿吐吐 便瞬间接触其中的十六名火力 抵达密室门前 一路上,阿三等人如入无人之境 直逼敌人所在的位置 到达对方附近之后 阿三发现这里四面都遍布着机关炸药 而里面的首领还大肆挑衅阿三和其队员 笑他们是怂态 阿三刚想让队员淡定一点 稍安勿躁 身旁的小杰便不小心碰到脚下的炸弹引线 被炸弹当场炸成了重伤 阿三见状 联盟让众人护送小杰去医院 独自一人对付其余的武装分子 直见他一溜小跑 直接跃上房顶 随即抓住绳子借力 飞烟走壁一般砸传对面的窗户玻璃后 一脚串翻内部数名武装分子 阿三的速度快如闪电 躲过一把机枪的扫射 直接来了一招借刀杀人 让对方突突掉几名同伴后 转而挥舞着手中的步枪 一枪拖干掉一个 等到所有热武器解决 空气中再次出现利刃和血肉摩擦的声音 眼看着所有小弟都领了盒饭 阿三一看手表刚好三分钟 教孩子们救赎后 一路上女孩们看着阿三的眼神 都自带红心特效 忍不住朝他抛飞吻 这一仗 阿三打得十分漂亮 唯一的损失便是重伤牺牲的战友小杰 小杰参天前 刚刚接到家中妹妹要举办婚礼的电话 本来她已经准备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回去参加妹妹的婚礼 奈何如今 却再也回不去了 上级考虑道 若是这个时间通知小杰死亡的消息 她妹妹的婚礼势必会取消 于是长官派了阿三和铁蛋去参加婚礼 别让他们在婚礼之后 告知小杰死亡的真相 只是阿三没想到 自己抵达后 看到的是小杰一家被人当场欺凌的场景 仔细询问过后 阿三才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短短几天之间 小杰的家中便生了大变故 这一切还要从小杰的母亲大奉说起 大奉是一位大学教授 连人正直又霸气 眼睛里丝毫揉不得沙子 这天 女学生被醉酒男同学骚扰 大奉一闻到男人身上的酒气 当即一巴掌朝着男生呼了过去 别让他立即滚出自己的课堂 这男同学仗着有个有钱爹 在学校没少欺负同学 见他被老师教训 底下的同学都忍不住 直呼爽快 奈何 很快大奉便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 这孩子可是富豪的儿子 你敢打他 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大奉却丝毫不在意校长的威胁 反手便再次送了男生一个大耳瓜子 老娘打的就是你 学医是为了治病救人 不是呼喊女同学 赶在我的课堂喝酒 你就要做好被我挂掉的准备 奈何不久后 大奉便发现自己的表弟离起死亡 而医院给出的报告竟然是自杀 看到表弟左外上的伤口 大奉很快发现不对 他的表弟是个足铁子 怎么可能在左手上割腕 就明显不符合常理 于是他当即向警局报警 要求警方详细调查此事 来和警局确称 这案子跟不少富豪高官都有关系 他们管不了 于是大奉只能选择自己去查 这一来二去 大奉很快就查到了警察口中的高官 国防部长 直到警察局和医院 很可能都已经被这部长买通 大奉直接找到对方的家 问他要说法 可这部长哪里是好惹的 当即便派人给大奉吵气手 先上学校方面给他泼脏水 称大奉故意泄露试卷 将他直接停职 接着又当众羞辱小杰的两个姐姐 随后还在大半夜 让警察上门以私藏毒品的名义 对他们进行栽赃陷害 直接毁了小杰一家的名省 也是因为毒品事件 大奉女儿也遭到了婆家的退婚 在多方的为难之下 大奉只能选择跟部长妥协 撤销对部长的控诉 并登门到线 奈何尽管这样 部长还是对大奉一家 不依不饶 甚至在大奉服软之后 边门加厉的让人 将大奉的家给砸了 还派人对他们母女四人 驱赶领辱 听到大奉一家的遭遇 又考虑到小杰此时 已经为国捐躯 阿森义不容辞的 挑起了这个家的责任 隔天一早 并开着崭新的拖拉机 带着大奉去警局 再次状告国防部长 一听他们要求调查部长 面前这警察十分不屑 还嘲笑两人简直吃人说梦 阿森有些发愁 到底是用拳头呢 还是用拳头呢 此时大奉给了他建议 这人油盐不敬 一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阿森闻眼屡了屡袖子 瞬间摆好了姿势 随后的几分钟内 只见警察局中火花带闪电 还夹杂了那小警察 散叫哀嚎的声音 几分钟过去 小警察顶着猪头脸 对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声称大奉的遭遇 仍然十分同行 以后这个案子会由他来全权负责 重新调查 在小警察的带领下 众人又开着拖拉机 去了部长的律师那里 律师刚开始的反应 和警员一模一样 嘴巴比鸭子还硬 直到阿森出面 对着他来了一套 小龙十八掌 这会儿才终于老十八交的乖乖承认 当初是他错给大奉提起了诉讼 一切都是他老眼昏花 现在他知道错了 决定重新做人 为大奉说句公道话 有了这两人的公开对话 随后三人直觉来到了 国防部长的家 此时被阿森做到自闭的恶霸 一看到阿森 连忙坐到墙角 当透明人 任由阿森一拳砸坏了 部长家的古筒花瓶 听到消息后 国防部长带着乌洋洋的 一群小弟回来 一到家 便大爷似的翘起了二郎腿 我管你是不是三分钟 奏表了五十个小弟 老子可是印度的国防部长 谁敢动我 这话一出 身后的百号小弟 便忙要替自家老大 教训下阿森 奈何 只见一个个冲上去之后 又被阿森给三百六十度花样碾压 干得部长家大理石地板 都直接裂开了一条缝 就这样 在阿森的拳头压制下 大凤不但顺利复直了 还为他们一家建立了一个 安全舒适的环境 另一边的部长发现阿森 已经将大凤表弟的事情 重新立案调查之后 再次带人来到阿森 和母亲的跟前威逼利用 开玩笑 整个印度的人民 都是我的部下 你们跟我作对 就是跟全印度作对 你确定还要玩下去 奈何这一招 却被阿森一句话给轻松化解 只见阿森朝着众人挥了挥手 从隔壁的商场今天开始 一折风抢 部长身后的人民 便跑得比兔子还快 都奔去隔壁抢购了 就这样 阿森顺利地开始着手调查 大凤表弟的案子 根据表弟手机中的信息 和工作单位的东方调查 阿森发现 和案子相关的三个人 都同时自杀了 若是一个人自杀 这倒没什么稀奇 有太多因素和可能性 但若是三人同时自杀 那结果便只有一个 谋杀 一定是谋杀 于是阿森继续深入调查 一天后 再次有了重大发现 其中一位死者生前的照片 明明是五个指头 可死亡后的尸体上 却变成了六根 不用说 这尸体肯定是假的 很可能这名员工还没死 而且一定知道点什么 正当阿森开始 各方调查这人踪迹的时候 国防部长非常自信打来 求死电话 别找了 那人此时就在 那拉马拉的森林里 有胆紧就去 一旁正尊墙角 画圈圈的恶霸文言 忍不住在心中 为部长莫安 希望他不要死得太惨 阿森可是兵王 你让他去哪里不好 不要去丛林 那不就等于放虎归山 阴暗的丛林中 阿森被突然拔地而起的藤蔓 给谈了几米远 他左右看了两眼 正想办法脱身 是被一个老头子 突然起来的铁头弓 差点给揍突袭 阿森痛定思痛 决定再也不玩了 简单舒展了一下筋骨后 被一把抓住乱飞的绳子 一个前空翻后 强势掀翻对方的十来名小弟 随后开始重拳出击 这势头活向李小龙附身 招牌的飞踢 被他运用的出神入化 哪怕被七八名雇佣兵 同时架在中间 他也能召唤神力 轻松化解 将小弟们都干翻之后 阿森又毫不留情地 来了个借力打力 一个漂亮的战术闪避后 身后的老头子 便被自家小弟给捅了个 对穿直接下线 将这名银行员工救出之后 阿森得知 国防部长竟然背着人 开设多个虚拟账号 从公共福利计划中 整整掠夺了500亿卢比的资金 他们发现之后 本来要准备拿着证据 去举报国防部长 奈何却被对方提前发现 直接将他们几个暗害 这名员工将手中的所有证据 都交给了阿森 希望他能揭发国防部长 为他们血汗 见状 阿森也不废话 当即带着东西去了议事厅 此时的高管们 正关上大门 在议事厅开会 阿森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锁上了议事厅大门 并亲自在他们面前 组装了一枚炸弹 并设置了五分钟的定时 放在众人眼前 若是谁敢中途逃跑 他就直接拉下引爆 这些被掠夺的资金 跟这里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 在过去二十年中 当前的政客总共 从公共资金中掠夺了 大约二十万亿卢比 得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阿森这个气眼 想他还辛辛苦苦 在边境保护着 这些人的安全 没想到他们却中饱私囊 背着印度人民 将税金啃了个干净 他恨不得现在用炸弹 将这些人都炸成粉末 给印度来个改朝换代 阿森将手中的证据 往桌子上一甩 开始无差别口吐芬芳 在人家中国 如果小孩掉进井里 一个小时内必定会获救 而在印度 他们需要横刺横刺 挖上三天三夜 才能将孩子的尸体 给刨出来 而人家日本政府 让女孩念书 甚至可以让给他们 免费坐铁路三年 可咱们印度呢 他们连个女厕所都没有 你们是准备 将这几十万亿的钱 放着发霉 到了阴间在花 你们良心不痛吗 阿森巴巴巴的五分钟内 他一路从底层基建 一直骂到了上层高官的祖宗 完事之后 身后的炸弹直接爆炸 哼的一声 炸出来了个印度国旗 阿森冷笑一声 看了一个个个吓得那怂样 出去拎包走人 最终 在阿森的暴力威胁下 这些决策层 果断放弃了国防部长 对他出去当靶子 让全国人民颠虚 而表弟的案子 也终于成员得雪 与此同时 大凤女儿的婚礼 也随之如期举行 婚礼上 小杰欲言又止 这始终没能说出 小杰已经死亡的消息 直到晚上 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 大凤主动提起了小杰 原来 大凤早就知道了 小杰已经死亡 阿森文言十分心疼 这个母亲 在印度 也只有这样强大的女人 才能养出像小杰一样 优秀的士兵 随后 小杰被裹着国旗 送回家乡 而阿森也终于攻城巡队 准备回军队 不过同时 阿森拒绝了国防部长 进入监狱服刑 直接将部长带回军队操练 50岁大度翩翩的国防部长 从此以后天不亮 就得起床背着10公斤的沙袋 绕着操场跑100圈 完成之后 只能去一个窝窝头 就得开始刷厕所 扫大街 为士兵清洗臭烘烘的袜子 洗完再连续跟着特种部队 在尼库里魔鬼训练5个小时 最后在冰天雪地的夜里 抗腔 抬地雷 替人民 渡守边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盖世进节 是上映于2020年的 印度动作片 影片自始至终 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剧情只为凸显男主 开挂的神力 和莫名其妙的 爱国主义服务 比如什么 摘蛋前要喝咖啡 抓到罪犯后不用审问 一律爆头 一人直接干犯百人军团 甚至国防部长 工人贪污犯罪 都不用坐牢 最后还被男主戏剧性的 凭去边境服兵役 一个字 绝 比起动作片来说 我更愿称它为喜剧